美国旧金山市长亲自体验了我们中国高铁 在视频里可以看到 他对这次的体验是非常满意的 这应该是他第二次坐高铁 所以他大转到之前就很快 没想到还能在这基础上提数 比之前更快了 整个过程就像漂浮着一样 非常安静 希望美国的加州也能拥有这样的高铁 我发现评论区永远是最精彩的 有那么几个深评论 一个就是说 这个女市长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还有个就是说 30年河东30年河西 就是网友说的没错 现实还真是这样 美国现在的基建 可以说就是处于老破旧的状态 感觉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 可是有钱人家也不愿意换在基建头之上 而是资助那些身体健康 却不愿工作的人 美国目前仅佛州有一条高铁 是从曼阿密到奥兰多的 全长378公里 全程3.5个小时 对外宣称的时数是200公里每小时 可有很多人专门就去体验了一把 毕竟这是人家第一条高铁 可想而知美国人还是很兴奋的 但体验了一把之后 一盆冷水就把心给较凉了 真正的时数仅有126公里每小时 你说它是高铁吧 它跟咱家的绿皮火车时数差不多 离高铁时数运达到250公里每小时的差距 还是有点大的 你要说它不是高铁吧 它时数有126呢 放在美国 它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你们看一下 这是美国的普通火车 我们每次开车路过铁道 有火车经过的时候 我儿子总会开玩笑的说 这火车为什么没有它跑得快呢 看看美国人自己是怎么吐槽的吧 这不是真高铁 只是比开车快一点点 人家说的也没错 这条线路也就比开车快了30分钟而已 它位于高速列车的最底层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不会把它称之为高铁 兴奋起来 中国2008年就拥有了时数220的高铁 这人说追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下面马上就有人回复 我们并不是想立即赶上中国 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 这不也就证明了 美国人其实是意识到了巨大的差距的 这速度不是高铁 我是一名居住在法国的佛罗里达人 每周都会乘坐法国和其他欧洲的高铁 只有美国人会对时数130的火车感到惊讶 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很久以前就达到了这一里程碑 这位是说 欧洲甚至摩洛哥都有时数超过180英里的高速铁路 美国的公共交通是世界上最差的 这位印尼的网友说 印尼的高铁它形容是搜搜 而佛里达的高铁是出出 它并且给高加了个引号 还有来自英国的问候 英国网友说 落后英国21年 自2002年起 我们就开始运移倾斜式列车 时数125 每天轻松从伦敦开往苏格兰 以上这些都是老外们说的 如果只是待在美国的话 没出去过 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在他们中很有可能会认为 美国佛罗里达这条高铁地球最强 可当你一旦接触过了 就会明白差距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还有很多没接触过外面世界的美国人 他们依然认为 美国以外其他的地区都很落后 甚至贫穷 就像很多网友感叹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我们在小时候就羡慕美国 羡慕外面的世界 羡慕人家100多年就有高铁 有摩天大厦 城市地铁贯穿整个市区 现在当你看到旧金山市长 亲自体验了一把我们的高铁 各种花式夸奖 肉眼可见的那种羡慕 在国内的网友会觉得很浮夸 其实这跟我们在50年前 第一次到美国的那些同胞一样 他们在看到美国第一眼的时候 表情在美国人看来也是感觉很浮夸 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我们羡慕别人 现在轮到别人羡慕我们了 非常建议这个女市长 还可以去试做一下 我们干净整洁 甚至还有安全门的地铁 相比纽约那 咣当咣当满地流浪汗 一股尿沙味的地铁 他一定也会被惊讶到 我现在倒是认为 美国人只要有能力 都可以去中国旅行 去见见世面 去感受一下各种高科技 被完美应用在 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是怎样的一种体验